人币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异动 可以说是近期来比较大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动作 就是当日贬了0.74%离岸人币汇率 这个贬值幅度说明了什么呢 或者主要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我其实也做了相关的录播节目 其实它的核心原因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内部原因 内部原因我们经济有下行的压力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房地产没有起稳 而且下行的速度还在加快 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更重要的就是美元指数的被动走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 其实最近几天它是悄然走强的 我之前对人币汇率给大家做过一个判断 就说它总体是一个一扁难升的一个状态 一扁难升 包括当时在7.2 7.17.2附近震荡的时候 我也明确讲过 就是它一扁难升 基本来讲是扁值可能更容易一点 升值的难度更大一点 现在它往上走一个扁值 就是这么一个阳线 后面我们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是趁势 有可能就这一波直接就突破之前的前高7.37了 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还是美元指数的被动走强 大家应该发现了 最近全球货币普遍的出现了走弱的态势 不管是欧元 不管是包括日元 像日元日本央行加息 加息我们本以为日元汇率可能会走强 这是很多市场的认为 但实际上最后日本加息以后 日元反而走弱 反而出现了贬值 其实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一直强调 就是说一国货币的贬值 它其实不是由利差来决定的 它的根本因素 其实还是一国经济的强弱本身 以及由此而导致了资本向下的资本的流入流出而引发的 所以说日元 日本央行它这一次加息以后 其实是对它未来的经济埋下隐患的 就是对它的经济增长 基本面其实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日本加息以后没有看到升值 反而是看到了这种贬值的一个效应 那么再看包括英镑 包括澳元 有些是组成美元指数的货币 有其他的货币 我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六种货币 还有一些货币不是构成美元指数的货币 关于货币的圈层我也讲过 最核心的货币就是美元 美元下面有构成美元的六种主要货币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圈层 然后再往后还有一个圈层 大概这么三大圈层 美元和瑞朗 美元和瑞朗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瑞士央行很莫名其妙的突然意外的降息了 降息以后瑞朗也贬值 然后瑞朗也是相对贬值的 再有像新西兰元 包括韩元 大家可以看到就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的货币 非美货币都出现了对美元的贬值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迹象 这个我觉得值得大家的关注 美元指数包括泰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两个加货币 针对美元的贬值出现 而是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大部分的普遍的非美货币 针对美元出现了贬值 大家可以看到丹麦瑞朗挪威克朗 几乎所有的货币 所有的主流国家的货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对美元出现了贬值 我觉得这个是促成美元被动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就是出现了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就是其实整个经济周期里面 中国领先欧元区其次 美国最后 其实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美国它是矮子里拔将军 它是全球经济里面任性最好的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减速的 最后一个走下坡路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说在此时此刻 其他外围经济体 包括欧元区 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们的经济整体来讲 应该也是往下走的 在走弱的过程中 所以说美元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被动走强 就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走弱 但是虽然可能也快了 但是这个时候 它因为相对有韧性 所以说美元指数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被动的走强 这么一个态势 好 而且美元的这种异动 就美元指数的这种异动 让我们也会想到 将来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事件 或者是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的概率 也会增高 因为大家知道美元指数 它有这个特点 就是美元指数 美单开始一波上涨趋势的时候 或者涨得比较猛烈的时候 基本来讲 都不是有什么好事发生的 动作容易有一些坏事发生 或者是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些动荡 这个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每次上涨的时候 其实也反映一种 整个市场的避险情绪的攀升 其实是一个道理 包括我们看在7月中旬 一直涨到10月份 或者9月底的这一波美元指数的上行 当时其实就对应着美股的回调 包括其他市场的普遍回调 当然再往前就更多了 当美元指数开启一波这种系统性的声势的时候 往往来讲也是资本市场比较动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继续边走边观察 所以人民币汇率 基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 它还是一扁难胜的一个态势 后面我们就要看 它是不是这一波直接就冲破 之前的7.368的高点 直接往7.5走 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 而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它直接也会影响到国内其他资产的一些波动 我以前也说过楼汇股债 它都是一体化的 楼汇一体 我最早提出来过这个概念 就楼汇一体 很多人认为到底是选择日本模式 还是俄罗斯模式 其实都没有 只有中国模式 就是楼汇一体 所以说汇率的波动 就很值得关注 包括它也会影响我们大A的走向 A股的走向 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 就是当每当汇率开始贬值的时候 也是A股开始下跌的时候 也是A股下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的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